汉高祖刘邦打败了西楚霸王项羽之后 在征战中被捉去当了人质的吕智也被救了出来 其实在刘邦老婆吕智被抓走之后 刘邦一点也没有伤心 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营救妻子的计划 而是立马迎娶了契机 契机不仅年轻漂亮 而且还能搁善物 吕智早被刘邦抛之脑后 后来刘邦打赢了项羽 吕智被释放了 吕智在当亡国奴的日子里 一直梦想着自己的男人率领千军万马 不顾一切地杀入储君大营 杀出血路拯救自己 到头来他等到的是刘邦大婚另取新欢 吕智痛苦万分 他痛恨刘邦更加记恨契机 被释放之后 他一直隐忍到刘邦死后 为报仇把契夫人做成了仁治 汉朝落后的医疗水平 契夫人为什么能活下来呢 仁治其实是吕后 专门为自己的死敌契夫人设计的酷刑 这一刑罚非常的残酷 不仅仅要剁掉人的双手和双脚 还要挖掉双眼 用同志的堵头堵入双耳 并刺破耳膜 让双耳失聪 剃掉头发 眉毛和眼睫毛 还要割掉人的鼻子 这些残忍的手段 是吕智对弃夫人的报复 那么吕智为什么如此痛恨弃夫人呢 吕智被自动释放以后 发现刘邦已经被契机给迷住了 自己的男人不可能在回心转移到自己这个半老徐娘的身上 既然这样就安身立命吧 只能是隐忍着这个年轻貌美的女人独享自己的男人 其实这个时候的吕智 心里还没有痛恨气息到变态的程度 这个时候的相对于弃夫人来讲 她更加的痛恨自己的丈夫刘邦 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自己给她生了一双儿女 自己被敌人抓了 不但不去救人 反而接着就纳了小妾 吕智甚至有时候都在刘邦的面前夸奖契机 夸她的舞姿优美 但是随着弃夫人后来争权夺利的计划 让吕智心里产生了极度的扭曲 在古代也没有个心理医生啥的 吕智也没有地方去诉苦 只能将满腔的怒火和怨恨埋藏在心底 那么弃夫人都做了哪些事情 让吕智如此的记恨于她呢 弃夫人抢了吕智的男人后 生下了皇子刘如意后 还让刘邦废掉自己儿子的太子之位 令利刘如意为太子 刘邦还真听说 他准备召集大臣 废太子令利储君的时候 一帮开国功勋大臣 在吕智的游说下 全部面见刘邦阻止这一改动 刘邦见如此多的群臣 反对改立储君的事情 也只能做吧 当然吕夫人也不是傻子 她也知道吕智 绝对不会看着自己的儿子 被剥夺太子之位 吕夫人这一次没有占得上风 接着又来一计 她鼓动刘邦 将吕智的女儿鲁元公主 嫁给匈奴人和亲 保持边界的安宁 刘邦为了取悦契夫人 还真就打算这么干 吕智得到消息后 再次请出 跟着刘邦闹革命的那些权臣 再次阻止了自己女儿 可能面临的悲剧 这两次事件 让吕智对吕夫人 产生了各种难以名状的仇恨 吕夫人成了吕智的梦魇 吕夫人在两济未成的情况之下 后来竟然怂恿刘邦 把鲁元公主丈夫的封地 给了自己的儿子刘如意 这让吕智一下子心里 产生了极度的扭曲 抢了我的丈夫 还要抢我儿子的太子位置 为了打压当皇后的 让公主远嫁和亲 让母女分离 一计不成再是一计 解除了驸马的领地 直接把领地给了自己的儿子 虽然吕夫人终于实现了 打压吕智的目标 但是从此在吕智的心底 产生了仇恨的种子 尤其是吕夫人 在得势之后的嚣张跋扈 已经激怒了吕后的小宇宙 吕后暗暗发誓 有朝一日 一定让汽夫人这个蛇蝎女人 受尽世间的酷刑 吕智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都会在汽夫人的木偶上 扎上两针 来缓解她想复仇 而不能实施的愤怒 刘邦自然是汽夫人 最好的保护伞 只要刘邦在 谁也不敢动 汽夫人的半根汗毛 吕智每天的隐忍 让她产生了变态的复仇心理 随着刘邦的驾崩 吕智心底的无名野火 点燃了她复仇的小宇宙 刘邦62岁的时候驾崩了 这个时候的汽夫人 一下子没有了靠山 吕后的儿子刘盈 继承了大统 吕智成了皇太后 强势的吕智 开始以辅佐刘盈为旗号 开始自己的复仇计划 随便找了个理由 就把汽夫人给绑了 然后找来刽子手 跟刽子手说好 做人质的流程和步骤 让刽子手把汽夫人 做成了人质 而且不能让她死掉 否则把刽子手也做成人质 吕智这个要求有点过分 把没有受过什么苦的汽夫人 做成人质 还不让她死去 这是非常难的一次行刑 刽子手接到行刑的计划后 也是买了好几头猪 反复地做了几次猪质实验 她不想失败 一旦失败自己 就要变成了人质了 所以她做实验的时候 非常的小心 几头小猪仔 在她锋利的弯刀下 都没有当场毙命 这让刽子手一直狂跳的心脏 开始慢慢地平稳下来 随着传令的公公前来下诏 刽子手知道这一次 不得有失的行刑 马上就要开始了 其实吕智跟刽子手 说得很明白 行刑后 要给汽夫人 做好普通的包扎 别让他接着死掉 否则就把刽子手也做成人质 因此刽子手在行刑的时候 刀法极快 每进行一次大出血的行刑之后 都会给汽夫人包扎止血 主要的目的是防止 汽夫人因为失血过多 而接着死亡 虽然砍掉了四肢 但是没有因此而产生 大出血的情况 全凭着刽子手快速的刀法 和包扎的速度 汽夫人虽然被恨他万分的 吕后做成了人质 但是刽子手在行刑的时候 并没有砍掉他的四肢 就不管他了 任由他流血而亡 而是给汽夫人进行了 强力的止血包扎 让汽夫人生不如死的感觉 正是吕智想要达到的复仇目的 汽夫人在被做成人质后 吕智下令将他扔进毛侧中 吕智大仇得报后 心中那复仇的魔鬼 终于全部释放了出来 身为太后的他 仿佛一下子释放了 压在胸口的大石头 他开始迷恋权力带来的威严 他把人质契机 放到了刘盈所出入的茅厕 胆小的刘盈 在看到汽夫人后 吓得昏死了过去 被救醒后 不久便驾崩了 大汉进入了吕后时代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